- 動森 哈囉,我是娛樂 今天要來分享動森居民的大小事 在吉赫辣動物森友會中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動物居民 每天起床玩動森 跟居民們打招呼已經成為了家常便飯 有些人努力刷機票 就是想要刷到自己想要的居民 有些人漸漸愛上原本想趕走的居民 也有人把居民們當成老公老婆在養 無論如何我們如果能多了解居民 在動森的生活也會過得更開心 今天就來分享關於居民的個性影響 居民的好感度還有送禮學 那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在影片開始前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能接收最新影片通知囉 我想先把居民的個性放在最前面 因為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點 在大家想盡辦法要趕走醜醜的居民之餘 請先往下留人 且聽我說說為什麼吧 動森的居民有著八種不同的個性 個性不只是他們平常說話的表現 也代表著他們生活的方式 首先是居民會教我們的表情 有許多人問我說為什麼我的表情很多 後來才知道原來不同個性的居民會教特定的表情 所以初期最好是所有個性的居民都要各有一個 就可以慢慢的把所有表情學好學滿 各種個性居民教的表情如這張圖 所以想要收集到各式各樣的表情 別忘了精挑細選居民的個性 再來是滿10個居民的時候 早上下午晚上都可以各拿到一個DIY方程式 但是不同個性的居民會教的DIY方程式也是固定的 比如自戀的居民特別愛做黃金系列的DIY 這個在巴哈姆特有網友整理翻譯的日本wiki的資料 我會把網址放在資訊欄大家可以去看看 就以上兩點來說 可以說初期的居民個性分布可以平均一些 才能學到各種表情跟DIY 雖然我知道暴躁個性的都比較凶 但我想我還是得趕快找一隻來島上學學表情了 再來是居民好感度的部分 為什麼要提升居民的好感度呢? 除了可以不定時收到居民送的禮物之外 還可以收到居民的照片 這是與動物成為自由的證明 要注意居民的照片跟居民的海報是不一樣的東西喔 居民的海報可以透過巴獵島邀請動物設置動物來拍攝照片 就可以再離端機訂購居民的海報 而居民的照片則是達到一定的友好關係才可以收到 居民的好感度是以點數來計算 初始來到島上的居民會有25點 之後隨著提高好感度最高可以到255點 而居民的好感度一共分為6個階段 所以我們除了看到居民日常說話改變 也可以隨著居民出現新的舉動 就可以判斷居民和你的友好程度 居民的友好程度分為6個階段 階段1跟階段2是屬於朋友的關係 階段1是0到29點 居民會送你禮物 階段2是30到59點 每天可以送居民禮物 再來到了階段3跟4是好朋友的關係 階段3是60到99點 這個時候居民會賣東西給你 也會給你取綽號 階段4是100點到149點 居民會請你建議他新的口頭禪 之後到了階段5跟6是自有的關係 階段5是150點到199點 這個時候居民會跟你有打招呼的暗號 然後也是這個階段居民就有機率送自己的照片給你 最後是階段6是200點以上 居民會跟你買你背包裡的家具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些行為去判斷 他跟我們的關係是到達階段級 接下來一定會有人想問說 那要怎麼增加居民的好感度呢 其實要增加居民的好感度非常簡單 一共有7個方法 第一個是在居民搬來的第一天 就去跟他打招呼 還有每天對話賣背包裡的東西給居民 幫他們抓身上的跳蚤 後面則是每日送禮 或者是生日時的時候送禮物 完成動物的請求任務 都可以增加好感度 那怎麼樣的情況下會減少好感度呢? 答案是推擠居民或者是用補充網打到他們生氣 還有送居民垃圾或是壞掉的大頭菜 這些舉動都會減少好感度 其他像是大家之前流傳的 無視居民啊 把居民加圍起來 讓他們踩到陷阱種子這些 很惡作劇的做法 其實不會影響到好感度 還有跟居民講話講到他們不想理你 雖然他們頭上會冒一個很困擾的符號 但是這也不會影響好感度 有一個比較癥結的點就是寄信給居民這件事 國外實測是加零 但是公約書上是說居民有回信才算佳 反正無聊也可以寄信給居民看看 其實收到回信的時候會覺得蠻驚喜的 再來是講到居民的送禮學 其實就跟現實一樣 贈送居民禮物也是一門學問 不僅送禮要挑對東西 除了能收到居民的回禮之外 還可以額外增加好感度 日常的話其實主要可以送家具 記得可以使用包裝紙包成禮物 可以再額外增加一點的好感度 看似簡單其實還是有些地方要注意 比如居民最喜歡的音樂就是自己家的音樂 另外青蛙居民喜歡下雨 所以送雨傘好感加的比較少 還有就是送居民的衣服 可以到這個網站搜尋居民的名字 就可以查到他們喜歡怎麼樣的衣服了 再來是居民回禮的部分 我們送的東西的價格會影響居民回不回禮 所以我們盡量要送賣價2500以上的東西 讓他們必定回禮 那如果居民有回禮的話 可以額外增加好感度 是根據好友階段去增加 朋友的話是加1 好朋友加2 智友加3 說到這裡可能會有些人覺得 送家具給村民最大的困擾 他們會把自己原本的家具收起來 開始亂放家具 所以我們可以送壁紙、地板、地毯 這類動物不會擺出來的東西 可以贈送自己DIY的壁紙 如蜂巢牆、蜂蜜地板、水果壁紙等等 CP值比較高又適合日常贈送 再來是生日送禮 生日的時候是最好提升好感度的時候 但也不要送垃圾 會加倍扣好感度 去幫居民慶生前 先準備好禮物 並且包上包裝紙 最多可以拿到8分的好感度 最簡單的就是準備一顆水果 包成禮物就可以上門慶生了 關於居民生日還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朋友島上居民如果生日的話 你去拜訪朋友的島 然後送禮給壽星可以拿到回禮喔 再來是居民任務的部分 日常有時候會碰到居民 請你幫忙做一些事情 如果有幫忙完成任務 就可以加好感度 首先我們要知道 關於完成居民任務 結果會分為表現普通 還有表現好的兩種情況 那也是依據好友階段 去增加不同的好感度 像是抓魚或抓蟲的任務 如果是有指定要抓什麼魚、什麼蟲 或者是沒有指定 但是你抓賣價2000以上的魚或蟲 那就算表現好 如果是2000以下沒有指定的魚或蟲 就是表現普通 再來是尋寶任務 就分為高難度的成功跟低難度的成功 如果超過時間沒有找到的話 就算失敗 但是如果你有去找到再回報 可以加一點好感度 還有有時候我們會在路上看到一些遺失物 我們可以透過調查這些遺失物 來去猜師主是誰 如果有猜到然後直接還給師主 就是表現好 如果是詢問別人之後才找到師主 那就是表現普通 不過在師主要求找遺失物前找到 可以額外增加兩點的好感度 在導民生病時 如果第一次跟他說話就給他藥 就是表現好 如果是對話後才去找藥拿給他 算是表現普通 要注意不要騙他說有藥 結果包包裡沒有藥 可是會扣一點好感度的 另外還有委託送貨的任務 就是居民會給你一個包裹 要你幫忙送給誰誰誰 那這個包好的禮物最好是不要偷打開來 根據你有沒有偷打開 或者是有沒有在時間內送打會增加 或是減少好感度 最後是居民情緒的部分 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導民生氣或是傷心 可以給他一些鼓勵或安慰的話 可以增加好感度 有時很偶爾看到導民開心 搭話的話也會增加好感度 居民情緒這裡有一個小技巧 如果是你打居民打到他生氣 會扣3點好感度 但是跟他道歉後會再加3點好感度 之後再跟他對話一次 系統判斷他會是開心的情緒 會再加3點好感 所以這也是可以投機取巧增加好感度的方法 那我們如何取得居民的照片呢? 等居民的友好關係達到階段5的時候 他就會有機率送你他的照片 所以任何可以讓他送你東西的方法 例如每日的回禮 任務表現好或者是送貨獎勵等等 都有機會收到照片 之後講到怎麼讓居民搬家 看到最後的你們是不是還想知道 怎麼讓居民搬家 之前大家討論到翻的趕走居民 還是要來分享一下怎麼讓居民乖乖搬家 目前有3種方法 第一個是amiibo大法 使用amiibo召喚可入住的居民 就可以擠走自己的居民 第二種是露營地 邀請來到露營地上的旅人 跟帳篷內的動物多次對話 就可以邀請他來島上住 但是他會先去問是誰可以搬走 如果不小心問到你喜歡的居民 在對話還沒結束時 關掉遊戲重開就好 第三種是自然搬離 任何降低好感度的動作 都不會影響動物想不想搬走 所以別再欺負他們了 搬家其實跟雪表情或是動物送禮一樣 都是隨機發生的事件 所以我們要做的反而是 好好跟居民提升好感度 就可以有高機率觸發各種事件 等到某天他就會想要搬家了 其實人跟人相處也是這樣 每個人從一騎一會到好聚好散 每遇到一個新的居民朋友 都是值得珍惜的回憶 來到島上的居民就好好跟他們相處吧 至少留下照片也是滿滿的回憶 希望大家都能玩的開心 你們最喜歡哪個居民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喔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點個喜歡 並分享給玩動森的朋友們 也別忘了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動森攻略喔 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是娛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點個兒